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相信很多人手上都会有多个微信账号 典型的就是两个微信账号 因为现在手机都是双卡双待 像在安卓系统当中 应用的双开应该是基本普及了 但是我们在文童史上 怎么能够去实现微信的双开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在应用图标这个地方 点击鼠标右键 找到属性 来到快捷方式 这个菜单栏底下的目标 把这个地址给它复制下来 这个地址就说明 微信是安装在哪个地方的 然后把它关闭 接着我们在桌面创建一个文件 就先给它创建文本文件好了 这个位置呢是无所谓的 在任意目录都是ok的 然后呢用你喜欢的编辑器 那我这边呢是这个notepad 当然你用记事本啊写字版都是ok的 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输入几行代码 task q 斜杠 f 斜杠 im wechat.exe 然后呢是start 刷完以后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然后呢把刚才咱们复制的地址呢给它贴上去 这行呢就 相当于说是启动一个微信 那如果说你有两个微信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行呢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再给它粘贴 三个的话就再粘贴一个 那我这边就以两个为例啊 最后呢我们给它退出 就是exit 保存一下 然后呢给它改个名字 就是改它的后缀名 我们不能用txt啊 我们要用bat bat呢是 windows底下的p处理文件 那这样呢我们整个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那如果你要打开的话直接双击 往右边一拉 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两个微信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登录 然后你拿出你的手机 这边还可以千万少一少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实现双开了 如果是多个账号的话 你同样是编辑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呢给它多增加几个 那我们也来写一写啊 比如说我开四个 开五个 保存一下 关闭关闭 然后呢再双击 DAT文件 12345 那就是五个账号 同时登录 OK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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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